阿里 各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这一集是回答小老弟的问题 小老弟在问说我之前这个开箱那个Hoda 像我这45promise现在在测这个 蓝宝石的保物贴嘛 还有我朋友的是测这个 AR抗反射的 然后是防窥的 他在问说那哪一个我觉得比较好啊 又或者是说有什么差异 那使用上有没有什么优缺点 来跟各位去分享啊 好那我就快速的讲一下 我先讲说我觉得Hoda这一次 也许是 蓝宝石这一款我觉得 让我觉得比较安心啊 因为他可能比较硬喔 所以以现在来看的话 不管是涂层啊边啊 跟这个整体的他的这种 滑顺度啊表现啊 还有什么刮伤什么都没有 都非常好所以这一款的话 蓝宝石的话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我先讲他的优点喔 他的优点就是第一个他有那个太空舱 你可以自己贴 你就可以不用给人家贴 而且我们去测都很简单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的边是比较满板的 所以你看我这种保护壳 如果是比较贴近的话 他的这个边呢是会被 这个保护壳会融合为一体 就你们就比较不用担心说会卡灰尘啊或什么 而且看起来会比较美观 觉得他的这个涂层跟硬度应该是算蛮不错的 如果你比较害怕刮伤啊或一些什么的 我觉得蓝宝石的可能让你会更安心啊 那我讲他的缺点 他的缺点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边呢 他是有黑边 所以其实他是有挡到萤幕一点点的 一点点而已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他是有挡到萤幕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黑边会挡萤幕 那你就要去考虑 但是他挡的我觉得是一点点而已啊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的这个蓝宝石的这个硬度比较高嘛 那我发现他的保护贴呢 他是 他好像没有做那个倒角 就是他没有像我们一般就是说 他有一个转折的地方 有一个R角或什么比较滑润 他没有所以他是直直的 所以我现在在摸这个保护贴 因为他很硬又有一个厚度 所以我在摸是比较刮手 所以我建议这种保护贴 你就不能用裸机 因为像我游下而上的时候 我就会刮到这一块底面 我再刮就不舒服 所以他不能用 然后我开头有放一个这个 为什么我拿这个原厂的保护壳 就是说他用这个原厂的保护壳 就会很尴尬 因为原厂的保护壳 底面是没有的嘛 那底面没有的话 我这样游向往上滑的话 那我觉得他的这个没有设计那种R角 所以我这个摸 我马上会被这个保护贴刮到手 手就会不舒服 所以这个是他唯一两个缺点 就是他的黑边会挡萤幕 还有底面会刮手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不是要用中裸机的 你用普通的这种包的的话 还有他这个黑边其实挡很小 不是太大的问题 所以以蓝宝石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其实还不错 那AR的部分是 因为现在我朋友在测 但是我有把玩了一下 我大概去讲说 他AR的就是看你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灯打下去 是会有这个反射的 你如果需要AR的抗反射的 就是说你的环境可能是 要有这种 你很常会看到这个光那么强 一直在反射 那你才贴那种 那另外AR的很多的灾情 在网路在讲的是说 第一个触控 比如说在换桌布 然后再来就是 他的涂层可能比较容易刮伤 这都是网路上大家在去谈的 不过不会那么快 但是可能 他的材质或他的涂层 所以你要自己去考虑 然后因为他要抗反射 所以他的透光度只有 我看他光网是只有96 所以他的颜色色者一定会有影响 你为了不要让那个反光 那你就要去牺牲一些 萤幕的一些色者 那另外我朋友那一个防窥的话 防窥的话我觉得 他的萤幕的颜色 会变比较暗一点 不会说整个都暗掉啦 但是会比较暗一点 所以如果你要贴防窥款的 那又是AR的 他的颜色可能会降比较多 所以你就要去考虑 所以就是看你要什么 那另外蓝光的部分 我还没有测 不过蓝光的话 我看他的官网是 他好像是什么20的 是等级比较高的 颜色落差比较不会大 就是说你有需要蓝光的 就是再去考虑 所以他都有不同的功用啦 那你如果说 以我来讲 如果真的我要推荐 我会建议用蓝宝石的 你只上蓝宝石的 那你不一定要有蓝宝石蓝光的 也不一定要蓝宝石的防窥的 上蓝宝石的就可以了 蓝宝石这一块我觉得不错啦 就是反正你就随便用 然后你可以自己贴 然后他可能硬度比较高 涂层又比较好 然后又不会影响色者 至于AR或者是防窥或者抗蓝光 那种都是看你自己个人的需求 你有没有需要在那种环境 但是你一旦有了那一些的 墓地的这种涂层在里面的话 你就一定要丧失它的颜色 或一些怎么样 透光度有的美的 那你就是会减少 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你要我推 我觉得蓝宝石这一块不错 要就只上蓝宝石 那如果你是有 我说那一方面的 Hoda给你的就是说 它有那个太空舱 可以自己贴以外 我觉得自从我上一次摸 我朋友在贴 跟那个 我觉得它的品质应该也是有提升 至少它不是很烂的保护贴 所以你要我直接推 我建议 如果你什么都不会的 你就直上蓝宝石的 那如果你有特殊需求的 你再去考虑 Hoda其他的 它有不同类型的保护贴 如果你最不用害怕的 就是贴小豪的 因为小豪的 第一个他不会刮手 他都有倒角 而且他的保护贴 没有黑边 他就是直接 在你的保护壳内缩 相容性保护壳也比较好 然后再也不会挡萤幕 对 就这样 然后小豪的15的部分 他的雾面好像比较内缩 所以可能边会有一点彩虹的边 可是我觉得那个 不会太大的影响 你们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小豪的是最稳的 然后Hoda的话 我觉得蓝宝石的不错 那其他的 就是他的功用 那你才去选他的 其他的不同的项目 然后他的好处是可以自己贴 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这一集就大概讲这样子啦 所以如果你说Hoda的 我推荐哪个 你先直上蓝宝石的 好那今天自己就到这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